我是白雪 不对 我是黑雪 我是大宝 不对 我是小宝 白雪姐姐大宝哥哥 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不是白雪 我也不是大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要弄清楚 今天的天气真好呀 今天的天气真坏呀 野菜好白呀 野菜好黑呀 我很开心 我很难过 你是谁 为什么要变成我的样子 学我说话 你又是谁 我是白雪 我是黑雪 我来自童话王国 我来自 不好 白雪姐姐 你看着一个黑皮肤的你了吗 你说黑雪呀 她刚刚才离开 她们不会去找大宝了吧 白雪姐姐 我们快走 高兴的法子到底是什么呀 扫兴 你真厉害 那这条的法子呢 软弱 温暖 凉爽 紧张 放松 作业终于醒完了 谢谢你 没关系 能帮到你我也更开心 你叫什么名字呀 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叫小宝 我来自 小宝快走 时间来不及了 白雪 你不是刚走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又完了一波 没关系 我们接着找 白雪熊卖 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时间结实了 路上再告诉你 白雪 你怎么变黑了 黑暗魔王 你怎么变白了 有吗 大宝 你怎么变矮了 黑暗魔王 你怎么变高了 什么吗 明明没什么变化呀 什么吗 明明变化很大 白雪大宝 你们变得好奇怪呀 不会是被坏人施了魔法吧 没关系 我来帮助你们 无赖辣 黑暗魔法 怎么没用 谢谢你的好业 你也是试我们的魔法吧 大宝 你什么时候学会魔法了 吴姥姥 光明魔法 你们把黑暗魔王怎么了 别担心我们只是请了一个朋友来做客 怎么又一个我 你好我是光明魔王 完了这件事就更严重了 精灵之力 白雪怎么有两个白雪大宝和黑暗魔王 小精明你来了世界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真奇怪 让我用回忆之境看看 回忆之境 怎么没用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们 什么 连你都帮不了我吧 这个怎么办 黑雪小宝国 明魔王 你们怎么跑这来了 老师 你认识他们 那当然了 他们是来自反应次王国的客人 反应次王国 对呀 他们能变成任何事物的法面 是我邀请他们来通话王国做客的 只是时间到了 他们还没回来 我就出来找了 原来是这样 魔法解除 黑雪小宝光明魔王 对不起 是我们弄错了 欢迎你们来通话王国做客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我们下次再见 请玩到 滴滴 检测到玩家 你是谁 变 他 白雪 你怎么变成了蘑菇 白雪姐姐 你也变了 白雪姐姐 你现在是垃圾桶 什么 居然把我变成垃圾桶 白雪 你就别生气了 垃圾桶挺好的 大拔 你还是一个鸟巢呢 小心有鸟把你当家 哼 贝儿 我不理你了 小妹也变成花盆了 没有搜捕者 游戏无法继续 我们该不会永远都变不回去了 吧 奇怪 孩子们哪去了 滴滴 检测到搜捕者 什么 搜捕者 我们是 计时一分钟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有一分钟 找到藏起来的玩家 打我了 我们来 怎么回事 计时开始 时间不多 我们快找吧 白雪 贝儿 大宝熊妹 你们在哪里 妈妈 我们在这儿 奇怪 都没有声音 妈妈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这个怎么办呀 我相信 妈妈们一定能找到我们的 是这个黄色的花吗 哈哈 你猜的不对 是这个大树吗 哈哈 也不是 你们是猜不到的 对了 贝壳 贝儿有贝壳标志 我看看 看到了 耶 发现我了 是这个不打工垃圾桶 耶 我变回来了 我也找到了 带有红色蝴蝶结的彩色蘑菇 是白雪 我也变回来了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 白雪贝儿 你们知道 哪个是熊妹大宝吗 他们 他们练成 白雪贝儿 禁言 不能提示 否则 游戏失败 哎呦 怎么找不到我们呢 我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里呀 大宝有什么标识呢 啊 贝儿 不许出声 我知道了 是呆毛 呆毛 看 那边的鸟巢上 有大宝的呆毛 终于发现我了 大宝禁言 只剩下熊妹了 哇 咱们今晚要找到我呀 时间 还有十秒 十九 在哪里 三 二 一 时间到 游戏结束 那熊妹怎么办 我没有 没找到 我们快回家吧 不能回去 为什么呀 游戏没有通过 不能回去 你不能把我们变来变去 这是不对的 什么 你们居然说 我躲猫猫王子不对 躲猫王子 是的 躲猫猫星球 每天都要躲猫猫 啊 你是不是走错星球了 怎么会 这里是躲猫猫星球 不是 这里是通话星球 啊 难道 我走错了 大家喜欢躲猫猫王子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点赞观众 下次再见 我来了 小妹 我也来 大宝 别去 小妹刚才消失了 你们等等我 贝尔别去 有危险 哪里有危险 别挡我 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 我去告诉老师 老师 他们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怎么回事 老师 跟我走 小妹他们消失去了哪里 为什么要把老师爷带走 白雪 你看见老师了吗 刚才小妹带着老师消失了 真奇怪 我检测一下他们去了哪里 精灵之力 居然搜索不到他们在哪里 白雪 是你把小妹贝尔大宝和老师藏起来的吗 你怎么会这么说 他们是自己消失的 我信你看监控 我就是看过监控 所以来找你的 熊妹他们都是在你身边消失的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白雪 难道真的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要把熊妹他们藏起来 才不是我 老师还是熊妹带走的呢 跟我回管理局接受调查吧 小将领 真的不是我 帮帮我吧 好吧 白雪 我帮你拦住保安 但你要尽快把老师他们找回来才行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我们不告诉白雪 真的可以吗 他会很着急的 哎呀放心 没问题的 我们不是给白雪留了线索吗 白雪那么聪明 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哎呀我们如果在外面肯定会被发现的 那就不能给白雪也珍惜了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老师 你能猜到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特别提示 有的人今天吃蛋糕 有的人今天吃面条 我还是猜不到 白雪和熊妹他们都是突然消失的 完全没有线索 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于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有 而且数量完全相同 是时间 每个人有的时间都一样 25减19等一几 等一六 熊妹他们在你最长去的地方等你 请根据提示准时找到他们 时间和数字量是下午六点 我最长去的地方是我家还是学校呢 啊 才六点 我家怎么这么黑 妈妈去哪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白雪 生日快乐 哦 虽然我很惊喜 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 不可能 是王华阿姨说你今天生日 祝你生日 啊 对不起 我记错了 大家都记住朋友和家人的生日了吗 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吧 睡觉比赛 第一名可以获得超级大奖 come on the way 啊 啊 啊 很好 没有人醒来 哦 放心了 我差一点就说出了ABC了 哈哈 这点难度 对我贝儿来说 简直就是小意思 嗯 看来 我得想个好办法 别 啊 好热啊 这是在哪里啊 老师这是要做什么 怎么感觉 不太妙 好想睁开眼睛看看 怎么这么自演 不好了同学们 我们现在在沙漠里 蚂蚁爬上你们的床了 什么 蚂蚁 蚂蚁在哪里 蚂蚁在哪里 不要咬我 哈哈 贝儿 你睁眼了 贝儿比赛失败 啊 老师 你怎么这样啊 我只能自然倒霉了 好险啊 我最害怕蚂蚁了 还好没有睁开眼睛 还有三个人 比赛继续 变 哈哈 哈哈这里全都是好吃的 我就不信 你们能忍得住 好香 好香 这里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啊 甘宝的味道 还有炸鸡 哪有蛋糕 不行了 我好饿 好香啊 我也好饿 我早上就没吃饭 我得坚持住 不能睁开眼睛 不行了 我忍不住了 我要吃好吃的 大宝睁开了眼睛 比赛失败 不管了 甘宝炸鸡 我来了 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我明明闻到了味道 大宝 因为那些都是我用魔法变出来的 好喝啊 老师你也太过分了 竟然是假的 幸好我们要睁开眼睛 现在就剩下白雪和熊妹了 白雪最喜欢学习了 嘿嘿 我有办法了 变 哈哈 看我的 一加一等于三 不是 一加一等于五 一加一才不等于五 应该等于三 不是的 明明就是等于五 我说等于三就等于三 什么 黑暗魔王今天说一加一等于三 一加一应该等于二 绝对是等于三 你得听我的 不是的 黑暗魔王小魔女 一加一等于二 不等于三也不等于五 白雪比赛失败 黑暗魔王小魔女呢 怎么不见了 白雪 没有黑暗魔王和小魔女 这是我播放的录音 怎么会这样啊 我宣布 熊妹是这次睡觉比赛的冠军 熊妹 熊妹醒醒 你赢了 熊妹老师教你呢 熊妹你赢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奇怪 熊妹怎么没反应啊 熊妹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我们快去找精灵仙子来看看吧 睡得好舒服啊 啊 蛋蛋怎么都不见了 真是怎么回事 熊妹 你怎么醒过来了 啊 因为我睡醒了 什么 我们叫你你一直不醒 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就去找精灵仙子了 不是的吧 姐姐 我只是大困了 原来是这样 熊妹 你没事就好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好饿好饿 我要吃东西 尿尿尿 这不还是好饿 好饿 难了吧你 尿尿 我 好饿 呱呱呱呱呱呱 熊妹 这地上那是怎么回事 好饿好饿 我还要吃 啊 还要 可是这已经没有吃的了 吃的 哪里有吃的 熊妹 你要去哪 嘿嘿 酸酸酸酸酸的糖糊 我就沾好酒了 大宝 快吃吧 好饿好饿 呃 嘻嘻的味道 呃 什么呀 五哥 五哥 还是好饿 熊妹 你干什么 太被礼貌了 熊妹 你怎么能这样 多得好东西 我好饿 哪里有吃的 熊妹好奇怪啊 我觉得 熊妹一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跟上去看看 好饿 好饿 坚持不住了 我要睡一会 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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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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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怎么回事 知道啊 好大的犀利 大宝 快拉住我 拉住你了 白雪 熊妹 快醒醒快醒 我们都要被你吸进去了 你没事吧 我好饿 就是还要点饿 怎么了 熊妹 你的肚子怎么好像黑洞一样 永远也填不满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 现在我没那么饿了 熊妹 终于找到你了 原来是你把熊妹变成这样的 不不不 跟我没关系 我是来帮熊妹的 魔女之力 我要 不 我不要出来 我不要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自己说吧 我是黑洞精灵 因为在宇宙中太孤独了 所以我来到了童话王国 黑洞精灵 听起来好厉害 那你怎么会跟着我 因为 你有很多的好朋友 每天还能吃到那么多美食 我跟着你就再也不孤单了 还能吃到美食 原来是这样 熊妹 真的对不起 我只是太想拥有朋友了 在宇宙中 没有星体和生物 愿意和黑洞做朋友 他太可怜了 熊妹 你就原谅他吧 好吧 我原谅你 不好意思 我又饿了 还能吃 当然了 黑洞的肚子容量 可不是一般的大 那 那我带你去吃东西吧 我不吃很多的 我只要一千个鸡腿 一千个喝饱 一千杯可乐就够了 我打了几年的零花钱 小朋友们 点赞收谈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